哈嘍大家好我是Stan 那麼今天呢要去來玩這款甘道夫行星啦 那我們今天的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新手 通關推薦的技能選擇還有一些額外的禮邦爾福利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好那麼首先我要先來分享一下這個最推薦新手的這個技能 好那最推薦的話當然就是用我們的這個奧術飛彈 奧術飛彈的話我們在一開始的技能就可以直接拿到 而且他相比其他這種冰霞或是雷系的法術 比較不需要一些額外的寶石去撐喔 只要前期啊就算沒有什麼寶石 只要多選一些這個傷害 然後一些開局只要技能都有選到的話 基本上能夠通關前幾關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喔 然後首推選擇的技能升級的話就可以首先 選擇一下這個飛彈連發喔 然後其他的話另外一個的技能的話可以看一下這個合成表 那這個遊戲的話有隱藏的合成喔 你們只要你們必須要完成之前的這個錢 就是他之前一定要先選到這個技能 他就可以後續選到後面的這些技能的提升喔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表大家的話可以來參加一下他的 官方FB討論區來這邊看一下 這邊的話有非常多種不同的這個技能喔 像是這些技能的話當然是比較強 像是我們要選到這個爆破啊就一定要先選擇這個火球術 才能夠有這個額外的技能可以去提升喔 好然後後面的話 因為前期我們只靠這個奧數飛彈一定是不夠了嘛 那我們也可以搭配一下這個聚焦雷射喔 那麼聚焦雷射的話一樣可以跟奧數飛彈進行一個搭配喔 而且他前期如果能夠點出這個焦點爆破 能夠大幅提升我們角色的這個輸出能力喔 增強在我們前面幾個波次生存下來的機會啊 要不然的話通常都是前面那個傷害技能沒有選好 那就一路的這個滾雪球滾到後面喔 那怪物打不死然後我們沒辦法升級拿到經驗 會呈現一個惡性循環啊 所以說我們可以推薦就把這個奧數飛彈 可以升到九級吧 升到九級其實這個就已經蠻強的喔 然後我們的這個火球術只是一個 呃前面需要選到所以說不用特別點啊 然後我們的這個 聚與焦雷射的話只是可以選到一個五級啊 可以稍微增加一些輸出喔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遊戲也很重要的一個寶石系統啊 那寶石系統的話我們可以看一下這邊的這個 官方整理的圖鑑喔 那基本上的話寶石就盡量選擇這個城牆相關 還有這種暴擊增加傷害相關的喔 然後像是有一些這個 如果你是奧術流派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奧術的一些技能給他選一選啊 像是可以命中24名怪物或去釋放一次這個奧術彈幕 或者是說他這邊可以增加我們 對這個負面狀態的怪物傷害35% 然後也可以增加一些其他的這個暴擊時追加額外 目標最大生命值6%傷害喔 然後還有這些其他的這種技能穿透啊 能夠看你們自己的流派是什麼 要不然的話最普通的這個暴擊傷害啊 然後其他的這個奧術穿透加1 然後傷害加24%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然後接下來下面一個的話是這種比較偏向防具的 防具的話一樣可以選擇一下這個技能啦 像是可以手勢基於25%時可以傷害歸零 或者是說可以降低一下這個冷卻時間喔 然後技能冷卻也可以減個5%之類啦 反正這些的話就主要看你們玩的是什麼流派喔 就選擇相對應的這個寶石啊 那像這種雷屬性啊冰屬性的話 都是需要有一些核心寶石才能夠玩喔 不像這個奧術飛彈就可以 剛開始就可以直接上手啊 好那我們接下來的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遊戲的一些 開局福利的禮寶碼喔 好那首先的話我們可以點擊這個左上角的設置喔 然後在下方的話兌換碼可以直接輸入喔 好那我們可以輸入一些其他之前應該已經有輸入過的禮寶碼 這個VIP3個7 VIP3個7 然後下面一個VIP3個8 VIP3個8 好然後接下來下一個的話是VIP3個9 這些的話都是可以進行兌換的喔 然後GIFT3個7 然後接下來改成GIFT3個8 GIFT3個8 然後再來是GIFT3個9 GIFT3個9 然後接下來下面一個的話是這個DODLE NHIC 然後還有一些這個其他的禮寶碼跟大家做分享 這個NHIC 77 好這邊的話可以直接拿到77點的體力喔 然後這邊的話可以再輸入88 MATRIC88 好那樣兌換 這邊的話好像已經 已經 這個應該是過期了 好那還有一些其他的這個限時禮寶碼的話可以看一下他的官方的粉絲團喔 那這邊的話有一些週末福利啊 像是他週末的話都會分享一些這個禮寶碼喔 那兌換時間的話是有有效期限 像這個的話就已經過期了 然後上週的話到11月28號的話也是有一樣這個禮寶碼 這邊的話都可以去做兌換喔 可以追蹤一下他們的FB粉專 我們來嘗試看看是不是已經過期了 這個的話是已經過期了 好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新手的福利獎勵喔 那官方的話其實送了非常多的這個體力嘛 那這邊每天早餐午餐晚餐夜宵 都會送你這個體力喔 所以說體力的話如果你沒有買這種月卡快速掃當的話 應該是沒有辦法用完了 那還有最重要的這個開局皮膚啊 這個好像是在 剛開服的時候要創賬號就可以直接拿到 那拿到的話可以直接獲得大法師的皮膚喔 還可以額外增加我們的奧術飛彈的傷害15% 而且收藏的話也可以再多提高5%的奧術飛彈 所以說我們有這個皮膚前景在玩這個奧術飛彈流的話 也會比較強一點啊 好那通不了關的話可能就要去去掃當喔 盡量把這個寶石合成合上去啊 好那我們接下來的話來 稍微小玩一下看看這個奧術飛彈流 不過這個遊戲也是蠻吃運氣的 也就是說你前面的技能沒有選好的話 那其實你後面想要通關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而且需要乾非常多的材料去把 裝備啊一些其他的這種能力屬性值提升上去喔 而且有一些這種就是那種流派必須要有的寶石 獲取方式的話就要慢慢去抽喔 好想要是這邊騎射啊 雖然說會降低一些傷害喔 但是可以直接讓我們的攻擊頻率翻倍啊 不過他這個瞄準方向 算是有點尷尬喔 好像沒有瞄得很準 這個就仰賴我們前期的輸出 所以說通關不了的話就要推薦去打一下前面之前的關卡喔 可是可以用一下這個快徑喔 雖然說這個快徑好像沒有說 到特別的快之類的 然後前面的話可以選一下這個蕾蛇 這好能夠稍微拖打幾隻怪喔 讓我們趕快升級升上去 要不然依照這個進度看起來我們是要這樣 先拿到對應技能就直接暴斃喔 好火球術 選一個前置的技能 直接打一下 這種近距離的範圍傷害是比較好的 打這種範圍型的 可能夠打到一次像這種疊起來的 可以直接全部秒殺 好然後這邊的話選一下這個奧術征服β 好看起來的話我們這個前期 不知道能不能夠成功通關喔 至少要能夠 好再選一下這個 奧術騎士啊再加1 不過這樣我們選下來的話好像整體的輸出變低喔 好吧那麼一看就是今天這個肝刀夫行 請讓大家的遊戲裡幫我需要分享 還有這個最強的法術流派技能寶石推薦介紹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